请问上师 例如您说的 室内的物品 您看到了 它就存在 不看它就不存在 那可以认为 一些人或事物 你接触了它们才存在 如果不接触 那些人和事物就不存在了 这样的观点对吗 也不是完全不存在 它不是像我们看到的 这样子存在 不是以这样子的心事存在 比如说 我们刚才看到了 我们的肉眼 看到的时候 就是一个还心的活论 但是我们不看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点 这个点是存在的 活论还心的是不存在 如果是闻 我们比如说人 或者是事物 我们的杆管 接触的时候 它是不是变成 我们想看到的这样子呢 那是肯定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杆管 参与了以后 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我们以前 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认为 这个物质 跟我们的杆管的参与 不参与 没有任何的关系 它就是这么存在的 就是这么存在 那么这种想法 完全是一个错误的 不管是从佛教的角度 从科学物理的角度 都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的杆管参与了以后 它就会变成现在这样子的 不参与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新事 应该是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